好来看到全联庆祥慈善事业基金会 与台东县聚障者家长协会合作 借由捐赠公益福利卡 帮助台东县聚障者家长协会的身心障碍者家庭 减轻长期照顾的重担以及压力 并在今天是举办了采购活动 透过社工以及教保员的引导还有陪伴 培养心智的障碍者青年能够自立的生活能力 将清单上的物品以购买全联庆祥慈善事业基金会 与台东县聚障者家长协会合作 借由捐赠公益福利卡 帮助台东县聚障者家长协会的身心障碍者家庭 而在今日也举办采购活动 协会在采购前与青年一同讨论购买清单 学习如何挑选日常用品以及食材 确认冰箱食材 从决定要买什么东西要采购 到回家整理食材 到开火准备一朝上桌大家一起享用 这过程都是由福利塔可以做协计的 所以在这么一个过程学生可以学习自立 如何照顾自己或自己准备一份产品 这就是对他们来说 其实这些是可以减轻到家庭的经济负担 也可以帮助他们个人有成长 每一组都会有老师陪同在旁边学习 他们也带着前一天晚上讨论好的清单 可以提醒做采买 今年度已是第四年接受捐赠 这两年服务对象增加 阔籍夜间住宿家园的心智障碍者青年 透过社工和家保园的引导以及陪伴 培养心智障碍者青年之力生活的能力 最主要的目的我们主要就是可以希望减轻 生病在家庭的经济上的负财 因为全联公益卡它透过每个月3万块的辅助金 辅职到公益福利卡里面 那我们单位的运作方式是由社工协助去采购 那在采购之前我们一定会跟案家跟个案 确认他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才可以买到真正他们需要的东西 它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在辅助 这些集资家青年生活智力上面的能力培养 是很好的工作 全联庆慈善事业基金会持续每年捐赠台东制协 公益福利卡24万元 透过每个月3万元的公益福利卡出资金 为期8个月份帮助案家购买到真正需要且合适的物资 实际帮助弱势家庭 接下来就在中视报道